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起来好像是无可能发生的事 都有一些妙上天开 哇 行不行的 文化中心这么大型 本来是一个不能够发生 有这么大群人能够集中一个使命 你不是只有十个人 你有六七十个人 应保得神父 他那种爱 和他在香港的坚持 其实基本上是重复李宗盛的路 60年前我帮他领洗 60年后真是很开心 这位先生 现在是这个剧的导演 一个不认识的人 在那个舞台界里面 做出一件这样的作品 你说多少人的努力 完全不认识的 你说是不是神迹呢 在2019年的4月 大型天主教音乐剧《利马逗》 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十二场演出《座无虚席》 总共超过一万八千位观众 欣赏过这套剧 一出天主教的音乐剧 受到各大传媒广泛的报道和关注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其中一个令这套剧 这么触目的原因 就是他的策划 导演兼创作 刘重仁 一开始 《座无虚席》叫我做的时候 我说我不甜的 我说第一 我外行的 你不是拍电影电视 我不看的 画剧 你明白吗 我不听歌的 第二就是我要找食 我还要拍戏 第三 我妈妈九十多岁 我要照顾她的 你明白吗 你搞剧本搞什么的时候 你会很花时间 虽然要面对三个很大的障碍 但是刘重仁 没有即时拒绝这个邀请 他认真考虑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等待天主进一步带领 我要找食 我计算数 我可不可以维生 我明年不拍戏也行 他警告我 如果你叫我做导演 我有一个条件 我答应你 我两年不会接任我生意 我奉献两年的工作 真的 他没有做任何事 我只会是尼玛窦 但是你答应我 Must be 专业水准 85岁的恩保德神父 60年前 由意大利来到香港 展开他一生 向华人传教的工作 他非常敬仰 四百年前 去中国传教的利马窦神父 恩神父多年来有一个梦想 就是把利马窦的故事搬上舞台 让更多人 认识这位伟大传教士的事迹 当这个戏出现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想到王子軒 那我就约他出来谈 那我们又没有钱 又要找一些名气 真的很难 那我就问一下他的意思 王子軒 是刘重仁 透过拍摄电视剧 认识的一位年轻演员和歌手 他很欣赏王子軒的彩话 特意和他定一个三年之约 希望三年之内可以再合作 他就问 喂 子軒 我有一个剧 我将会奉献我这几年的时间 我不接任何工作 我只是做他 我想你做里面的男主角 这个戏叫利马窦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这条路 意思是说 初初我们是没有歌 剧本未写完 我们团队是未齊 我们是一起去找的 我会找他做 那别人要肯才行 要扔时间出来 他想了两天之后 好 我们一起为天主服务 就是这样 答应我 完全没有条件下答应我 我们用了两年多 我和他每几个礼拜就谈一谈 我想找一些唱歌的人 我想找一些舞蹈系的人 肢体预言的东西 我又想进行 怎么办呢 我便介绍一些我认识的人 问题解决了 一个就是找一班内行的人 第二就是 你说要找食 那可以吧 第三就是 在16年底 那时我在上海拍一部戏 我妈妈就进了医院 因为我赶回来 那晚我陪着她的时候 就有一把声告诉我 她说 你妈妈交给我 她说我照顾好 你照顾好 所以我就很强烈知道 这是我的任务 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 我继续旅途 其为全教愿我 将饮水 全阳万邦 深信必可做到 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利马逗 在16世纪远道重阳 去到中国全教 他在中国的28年里 可以说是险左重重 为了融入人群 他甚至先后装扮成和尚和士大夫 他梦想有一日 可以与当时的皇上 命神中见面 虽然这个梦想 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 但他在东西文化和宗教交流上 就成为了重要的桥梁 我们这个制作其实要做什么 就是要告诉人家 利马逗是一个怎样的人 而他怎样承载着天父的爱 去走入中国 然后做一个文化交流 由他最初的抱负去做一件事 但到他接触到这个真实的环境 真实的事物的时候 是完全和他的理想是两回事 他要总一去面对 总一去克服 为了演绎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 刘重仁号召台前幕后的精英 组成专业的团队去制作这套音乐剧 我觉得整件事是一条的 所有人是连在一起 就是天父、利马逗、恩宝德、神父、崇哥 慢慢来到这里 是一条见得到的路 是在上面下来的一条路 神父就是我们的指南针 从哥就是我们在这艘船的总舵手 可能背后推动着我们有这个角色的目标是不同的 可能是有些朋友是为了服传 有些朋友是为了一个有高欣赏水平的一个音乐剧 带给香港的观众 有些人可能看完利马逗的故事 很被触动、很被感动 希望将利马逗的故事放上舞台 分享给不同香港的市民 背后的东西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神恩是一样的 团队里面虽然各人都在演艺、创作、策画方面各有所长 但其实当中并没有人参与过这么大型的天主教音乐剧 所以大家都要效法剧中主角利马逗的谦卑 放下身段、虚心学习 和团队里面的其他成员合作 是一个洗礼 由头到尾将你整个人改变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得到一些我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经常在高谷在上 但因为你要成就这件事 你将自己降下来之后 你要和人群一起生活 一起去处理事、解决事 它令我很大的改变 今次做执行监制 就是要对着很多人去做很多组织工作 其实很害怕 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做 譬如在建筑那里做了这么久 已经很熟悉了,不用问人 但今次我要开口 好像当自己小学鸡 就是说给人家听我不懂得很蠢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 那一刻是有一个心理关系 歌可以说是音乐剧的灵魂 为这套音乐剧所有歌曲填词的 是殿堂级填词人 郑国江老师 我不是天主教 但我太太是天主教 我个星期日 如无意外的话 我都会去教堂 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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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很多年了 接了职务之后 就认真很多了 一去到教堂 就找那些歌书 那些圣经 那些圣诗 看到那些什么字 就先收拾它 收拾得多少 就收拾多少 收拾完回家 就慢慢砌 对的就砌下去 不对的就在第二个星期再找 郑老师虽然曾经为无数 繪迹人口的广东歌填词 但为天主教音乐剧的歌曲填词 却是新尝试 过程中 亦遇上不少挑战 中间要有很多的夺磨 我们说有很多的磨合 才可以完成一首歌 有些甚至说要推翻它 全部来过 像砌拼图那样 一塞下去不行 又要拔出来 又塞第二件下去 又是不行 摆那一件 你不觉意又对的 就是我们会有 那么多好玩的过程 我记得其中有一句就是 天主为我等旗 我立即打电话给一只老师 我说不行 我说 神父说这句话不能用 他看完一轮 他告诉我 天主是听我们祈祷 他说不会为我们祈祷 他说 玛利亚可以为我们祈祷 圣方祭可以为我们祈祷 他说耶稣都可以为我们祈祷 但是天主是听的 不用两个钟头 天主圆鑑等旗 我说圆鑑两次 我那天錄完音后 回到十二点多 阿正老师说 圆鑑不行 我说为什么 是 你跟我说 天主为我等旗 要改 我就改了 我回家看 原来有个求者在前面 求天主圆鑑 不行 求就是圆 我就暈了暈了 我刚刚露转回来 你说 不行 阿正老师说 那一个字 他说 求天主鑑我等旗 可以 求天主鑑我等旗 求天主鑑我等旗 找到主真理中 光辉与靠慈爱美丽 有恩贞 在这儿superwise 我又出错的机会 会比较少很多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对我来说 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是做了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我当时做事是不肯熬夜的 但这件工作是令我捱完一次又一次 捱完一次又一次 捱完之后 你发觉原来是浪费了 又要重途又要再捱角 我觉得 真是 最重要是你肯去做那件事 不用担心 要求给一套这么大型的制作 需要很多人付出很多时间 和心血 而团队里面的一些成员 为了投放更多时间在音乐剧 都愿意在个人的事业上 作出一些牺牲 亦在过程中 看到天主巧妙的安排 转了很多东西 转了 工都转了 就是没有了工 我最真实的感受 第一次我觉得 好 我就拍成好东西 我终于有时间做利马逗的事 因为是有一种推动 有一个火 或者一个火焰 是令我觉得 这个是我现在很应该 亦都天主给我要做的事 所以现在终于有时间了 因为我被人炒了 本身都想着 如果做一个半职 会不会很不稳定 经济上 可能都要养胶 都要给你胶 那怎么办呢 有时当你不知怎么办 的时候 你跟天主求 他就会给你了 刚巧又有一间公司 设计不错 都可以提供一些 弹性的工作时间 给我去调配 其实每个星期 两天半 我又可以自己 弹性点去选择工作时间 例如一些前期的筹备 或者开会 或者见不同的合作伙伴 都轻松很多 每一个参与音乐剧的 台词幕后工作人员 都在不同方面有所得着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说 天主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现在你就会觉得 真的处处都在 因为你整天都在面对 一些问题 他不帮你 你过不了骨 那你就觉得他存在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得着 跟他的接触亲密了很多 音乐剧的监制Hidy 一直从事表演艺术管理的工作 参与这套剧的经验 令他和生命中的主宰 建立了新的联系 也令他重新思考 他从事艺术工作的使命 我是天主教小学中学 每天都遇到 只知道有一个神在 让我祈求 我毕业之后 一直没有接触过宗教的东西 因为那条事业的道路 没有挫折 不断地攀爬 自我为中心是越来越强烈 没有了以前我做女生 那种谦卑 为人家服务的态度 整个制作里面 我感觉到虫哥那种无我 谦卑 我不知道是否上天要告诉我 我要回去以前 那种愿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才令我遇到这个演出 对剧中的主角王子迁来说 尼玛窦令他在信仰和事业上 都有所领悟 我觉得尼玛窦这电影 出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信仰上我又可能在教会那里 我有个感觉 我很喜欢回去 我又听到你 但总是好像我身边的人 令到我觉得是真的这样吗 我的信仰是这样吗 好像他们的阅读扭曲了 令到我觉得 我是否要再找一下呢 尼玛窦这电影 基本上解答了所有问题 因为他告诉我 不是只有一个阅读的方法 有很多人以他自己的理解 变成了一种和人敌对的原因 或者去排斥人的原因 这个是 其实 圣经有哪一部分是叫你排斥人呢 是大爱 就是我们无论这些人 明白不明白 或者他信不信都不重要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爱 第二个啟發就是 原来是要耐性的 无论是我自己的事业上 还是自己的生活上 有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 你建到那里才知道 原来我建了一间屋出来 你初初用来拿着三块砖 那你觉得好像三块砖做什么呢 可能我做的很多事情累积了 成就了我可以慢慢去学习 去驾驭这部电影 所以是早已预备的 我觉得 利马逗一生致力促进中西文化 和宗教的交流 而音乐剧也正好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参与者作多方面的交流和沟通 在剧里面饰演读书人 驾驭驭的基督教唱作歌手徐毁燕 就透过这出音乐剧 对天主教加深了解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反思 因为我第一次参与天主教的剧 我自己对天主教的认识都很有限 我想透过这个剧里面 透过利马逗 甚至可能有时我们排练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天主教徒 从他们的言行 都会反思我自己信了主那么久 其实有没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看闹眼 或者可能是一些盲点 或者可能有一些未做得好的地方 或者可能我都会想想 天主教和基督教 他们为什么会分了两个教 他们的分别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个上帝 圣经有句话叫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 我在利马逗的剧里面 去看到这种精神 在里面 So impossible So impossible 我的心里 如快开朗 人如烈火 正在焕发光望 有别于大部分的天主教福传活动 在这套音乐剧的团队里面 很多成员都不是天主教徒 但不论各人的宗教背景 或者来自什么界别 大家都为同一个梦想努力 断结地将利马逗神父所活出的 沟通全意 公庸户外 不屈不撓的精神 呈现观众眼前 有教友不是教友 但是原来天主是通过所有人 我本身没有信仰 但是在这个过程 我体悔了很多事情 一体悔了 本来是一个不能够发生 有这么大班人 能够集中一个使命 然后大家都很想为这件事好 我觉得 如果你和一个界别的人走在一起 可能很顺利成章做到那件事 但是在这么多不同界别做出来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见到那个合一 当我们去一起努力 去表达这个讯息的时候 那班演员 他再不是在演那个戏 而是他们在活着那个戏 当他们在活着那个戏的时候 我们走进他的后台 我们看到每一位台前幕后 以致所有的义工 其实他们的那个团结和那个共用 是最美的 很奇妙的一个旅程 很荣幸可以和崇哥走 而一直都感觉到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改变 很多事情都拆解再来过 但是真的有引导 令到我们最后是可以得到最好的团队 最齐心的一班人 在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这班人都被这个人物 这个剧本里面的材料影响到 影响到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就是 其实是我们的付出 自己里面已经 我觉得很棒 音乐剧一开始公演 马上好评如潮 不少较内外人士 都被剧情触动 或者有所启发 信众要求 音乐剧将会在2020年1月 在香港重演 而音乐剧的电影版 以及与香港中乐团合作的音乐会版 亦会相继推出 让更多人有机会 透过不同的艺术媒界 接触到利马斗的故事 利马斗音乐剧 代表着天主 开望与人共同编织的 无数个梦当中的其中一个 利点梦能不能够成全 就视乎所有人 是否能够以合一的心 去认真投入 以及作无私的奉献 利点梦何时实现 真是无法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天主开望与我们 一起建设梦想 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可以无拘前行 一个人的梦 利马斗的梦 只不过一个梦 但如果利马斗的梦 变成千千万万人的梦 这个梦已经不是梦 已经变成事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炭炭上 不李宗盖 有没有 有一个妙的梦 也不错 叫不过 莫妙的梦 我还是不错 你说 有道理 故事 我想 也不错 人交冤枉 張音順 全陽萬方 心順別可做到 這個夢 何時殺煙 滿法之道 但愛迎向前路 回憶從前 但惡殉逃 只因走錯路 以前愛心虛紅 回憶純罪之隱 絕交切記吉祥 傻點可思比例 傻點可思比例 何的心論 如快開朗 人如烈火 正在滿法光芒 傻點可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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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這裡叫大三巴 究竟知道這個建築物之前在什麼地方嗎 大三巴真的不是這個聖堂的真名 這個教堂為止現在是澳門的地標 几乎每个游客都会去参观 35年才做好这个前壁 上面中西合壁的雕刻 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圣堂里面更是独一无二 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为你解读澳门大三巴的故事和意义 看完这集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以及订阅podcast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